北加州扶治圣河西弘法中心于2月1日举行大年初一走春活动 中心严格遵守防疫措施规范 对外分批开放 让民众来上香祈福 祈求一年好运 也希望透过佛菩萨的加持带给人们心灵的安慰与力量 当天上午9点至下午3点 信众 学员以及当地居民依照预约时间到佛堂参拜祈福 庄严的佛堂在精心布置下 新春气息让与会人员感受到年的喜气和春的到来 佛堂设有四个祈福站及平安中 分别为第一站般若船 供养鲜花给满载经典的般若船 祈求深入金藏大海 速度彼岸 第二站是宗客八大师父子三尊 祈求增长闻思修慧能 第三站为本师释迦摩尼佛与八大菩萨 在此共一祝清香 祈求福慧圆满 所愿接伴 第四站是药师佛 共一展明灯 祈求家人身心安康 并希望新冠疫情早日结束 本次走春活动副总召集人 洪凯复特别说明 好 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 北加福治我们的初一 大年初一的走春的活动现场 那就是华人呢 习俗上农历新年的时候 都会去寺院拜拜啊 求神明保佑 那所以今年的大年初一 我们也是把我们的佛堂对外开放 然后让附近的民众 还有我们的学员 都可以来这边做祈福跟供养 最后 敲一身吉祥如意中 为自己及他人注入正能量 并祝愿我们的家人朋友 社区国家 世界地球 乃至一切众生都能够远离苦痛 六十吉祥 身心慷泰 虎年顺遂